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管科是学的动物医学 然后当时升澳洲这边的时候 我升的专业是动物生物技术 然后来这里在做orientation week的时候 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感觉动物技术这个专业其实蛮难的 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比较没有很认真 然后就想希望找一个稍微好独艺的专业 再一个就是考虑到以后可能想要留在澳洲 所以希望找一个比较方便自己给自己 相当于多留一条后路的那种专业吧 然后我就咨询了一下附近周围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推荐我去读IT 因为刚好UQ的IT 它也不需要你之前任何的电脑背景 因为首先当时可能是首先第一点选择出国 就是因为感觉毕业了之后 之后的同事要不就是去那种动物医院做实习生 然后要不就是进那种鸭场猪场 给动物不仅还要做手术的病 其实基本上进去的还有给他们喂食 或者清理一些粪便或者给他们清理那些东西 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吃不了那个苦 然后不想上班 然后最后就跟父母沟通 然后就说考虑去出国读书也会学 然后当时也考虑一些其他国家 比方说英国 因为它但是我其实考虑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太短 因为它很多都是一年智能的那种 感觉可能过去的时候还没有习惯 就还没有完全了解到那里的氛围 然后还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就已经莫名其妙毕业了 所以我就决定去澳洲 一个是因为在于它地位比较好 天气很好 然后再一个是考虑到这边的人也不是很多 然后当时觉得如果能留下来也蛮不错的 所以最后就果断成为澳洲 说实话我之前完全对电脑没有任何 也没有说得到的兴趣 当然我很喜欢玩游戏 然后对于电脑的知识 基本上就存在于出了问题之后关机撑起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完全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刚来这里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 因为本身自己英语水平也没有很强 然后刚进入学校去学习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难 然后可能本身如果他们中文讲 我感觉可能天气都会很费劲 然后再加上它是英文的 所以可能一开始我就没有跟上一些基础的课程 然后导致后面可能基本上一落千张吧 所以我的GDA其实也很差 对因为其实学IT并不影响我去玩我的爱好 反而你有时候写代码累了或者怎么样 其实去搭搭球或者去玩音乐 其实也蛮好的蛮放松的 对因为毕竟其实我也懂 因为你如果想真的从说是上这种某些艺术类的技能 你想让它成为一个你吃饭的饭法 我感觉这不仅是要非常努力 最关键的是你得有那块命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概率学来说太满了 所以把它当作爱好就好了 其实对没有必要太去纠结 其实我非常不反对培训课 因为很多时候在学校读的内容完全不能cover你以后想要工作的那些必要技 然后学培训课同样你可以认识到更多的人 相当于也是一个扩展你相关专业的一个人脉吧算是 所以在这里其实你不仅学到的是一些你以后需要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搭建一个比较广的人脉 对因为像澳洲这种国家其实人脉也很重要 尤其是在找工作方面 另一个意义上也很直观 你就可以发现如果你想要找好的工作 或者他甚至有些工作都不会发放出来 你必须要通过你的关系通过一些内推 你可能才有机会去尝试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培训课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它相当于说是一个捷径 能让你快速的去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 说实话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因为在家人很多的小伙伴看到他们都找到工作 然后就觉得家人其实非常好 因为我感觉他在这方面把这个系统化做得非常专业 然后因为你通过在这里不管是上培训课也好 不管是来实习也好 因为他走的这条机制基本上都是澳洲这边 大部分公司所走的一个道路 所以你在这里感受了一下 就相当于其实相当于可以是一个入职培训 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在这里需要的东西 你掌握了之后去公司那边可能路就会已经好走一点 其实就是实习多了 因为说实话我虽然说是跟了两期的全大班 但是实际上我都没有跟下来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不能说是没有好好学习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学 就到了那个培训班之后呢 我只上了两三节课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跟不上 然后跟不上了之后就完全没有耐心去听 然后所以就基本上感觉时间就这样混过去了 然后等到毕业了之后呢 我就跟王者沟通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我就是虽然基础差 但是他也让我来实习 然后我就想了 可能会不会有可能在这种实习的这种高压环境下 可能会 算是一个对自己一个逼迫吧 可以让自己更快的提高更快的进步 对然后我当时就来这里实习了 刚开始我发现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感觉通过大家包括在这里就是开一些日常的这种meeting啊 然后包括同时一些讨论啊 我就发现我完全插不上话 因为我感觉我什么基础都没有 我感觉他们讲的那些各种名词 我都要去偷偷私底下去查一下啊 原来这个名词是这个意思 那老板有一点很好 这是因为他只要看到你在努力 就是不管你现在有多差 但是他都不会对你放弃 对然后我也就是因为堵着这一点 所以我就想办法就快速的融入实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在这个途中我也很开心吧 然后就是相当于找到了很多同伴 然后也愿意帮我 所以在平常的一些学习中 然后包括做ticket的一些过程中 我就会不停的问 然后经常晚上吧 凌晨一两点去问这个人 他们也都会很耐心的有答复 所以我觉得最后找到工作 其实完全离开不了大家的一些帮助 对 在刚开始投工作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属于海投 大概大大小小 包括在ZEIC 在LINKIN上 投了可能有四五十份简历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基本上就是你投完就完了 大家也不会理你的 投了这么多家 我大大小小 最后正式的面试 其实也就面试了四家 对 然后最后 在倒数第三家的时候 然后算是功德圆满吧 最后成功 拿到了自己的一份号 曾经有几度吧 我也是觉得想要放弃 因为感觉 好像找工作真的很难 然后我妈有时候也会 在微信上劝我 就是说如果实在找不到 就回家 或者帮 让家里帮忙找工作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可能也 一个是因为可能存在 一种赌气的行为 就是我感觉好像 我改了这么多专业 我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跑到澳洲这里来 然后最后 不是说就是 连留下来没留下来吧 最后反而 连一个工作都没有找到 然后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 就这样打道回府 就感觉自己很垃圾吧 很没出息 然后所以 就是一个就是 以这种心态 所以就觉得想要再搏一搏 然后给自己定个目标 然后我当时给自己定个目标 就是说在四八五千日下来之后 一年之内 如果能找到工作 就留下来 如果找不到 这时候再考虑去回国 说实话 在这么多面试以来 只有一个电话面试 有提及到 问我GPA是怎么样 说实话 我觉得澳洲这里是 没有那么看重GPA 或者你是哪个名校D.A 他们不在乎你 到底是UQ毕业 或者还是TF毕业 我反而觉得 他们最在乎的就是工作经验 因为他们不是很喜欢小白 他们希望你懂 他们不需要你懂 太多的技术上的要求 他们不需要你是一个技术大神 但是他们需要的是 所谓一个专业性 你进去之后 你懂他们的什么流程 他们的工作机制 他们为什么做 比方说包括一些 AGL的这些methodology 他反而在乎的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来实习最大的一个有必要求 就是来增加你的工作经验 我的建议就是 首先如果能有这个精力 并且有这个多余的钱财 其实在这里澳洲读书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 哪怕省两顿饭 过来抱一个补习班 或者过来去学一下这个时期 真的很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 它真的是一个最短最短的绝境 绝境 绝境 捷境 来让你去感受澳洲这边的 真正的工作场所 然后让你想办法最快时间里找到工作